没想到沙千墨竟然是马可这样拍出来的 让我去看那个希斯莱杰的小丑 其实不光是希斯莱斯 还有林青霞的东方不败 以及刘晓卿的武则天 都是马可那个时间用来借鉴的资料 扮演沙千墨是马可压力最大的一段时期 丁张照刚出来的时候 丁张照就开始骂你了 承受着外界的舆论与骂声 马可几度想过放弃 但是碍于当年的马可并没有什么名气 以此来之不易的机会对他而言弥足珍贵 所以在几次心理疏通之后 他决定硬着头皮试一试 所以开始跟导演沟通 因为从未饰演过反传 导演建议他多看看一些前辈的经验 其实在演艺圈里 不乏有反传极为成功的男性演员 就比如说风声中的白小年 苏友鹏也是首次尝试反传 这类型的反传难度不低 让观众接受是最为关键的 不光要跟真实的自己产生反差 而且还要掌握一些字腔上的精髓 我像开玩笑吗 我那谁的黑点都有 不管你的 还有蝴蝶军里的尊龙 一袭轻装淡抹 加一口急腰长发 没有夸张的举止 仅仅凭借青苏与淡眼的谈吐 便让观众为其折服 作为塑造人物 无需太过刻意 只要心中有足够多的执念 以及抱有对所饰演角色的悟性 即便是马可也能做到这种性体 好在当年的花千古确实很火 最终给马可带来出乎意料的回望 这跟他的付出也一定是成正比的 但你知道这部剧虽然很火 可两位主演却至此分道扬镳的原因吗 赵丽颖怎么也想不到 就因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让霍建华再也不跟他合作 这件事还要从大热神剧《花千古》开始说起 在剧中赵丽颖和霍建华 饰演一段虐恋情深的爱人 当中有一幕需要霍建华扇赵丽颖一巴掌 在看剧的时候能清楚发现 这巴掌并没有结尾而是真删 赵丽颖的脸瞬间就泛起胃红 也没想到能让赵丽颖一直记在心里 这才在发布会上以开玩笑的方式说了出来 而站在他身旁的霍建华也是第一时间出来重庆 字字句句跟赵丽颖刚才说的疼产生两极反转 很明显霍建华是想纠正 自己虽然删了赵丽颖 但是下手很轻 此话一出赵丽颖再次被扣上异性上通号 赵丽颖之所以外号叫赵小刀 就足以说明这不是他第一次不顾及场合 和他人感受的同时大大捏捏说话 不过也有人喜欢赵丽颖这样的性情 或许正因如此 赵丽颖和霍建华才会从花千古之后再无任何合作 其实说回到霍建华扇巴掌这件事 也不是第一次拿出来被喷了 向述在拍摄《如意传》的时候 金丽颖就曾这样说过 可见霍建华遇到巴掌戏 真的也是拼尽全力演绎 但不知道这样的细分 对于霍建华而言有没有避讳过 但看到成片出现的时候 还是不得不说 真实感是拉到满分了 就是有点心疼那些女演员了 没想到为了出演花千古 赵丽颖竟然开除了经纪人 这事还要从花千古开机之前说起 制片人唐力军最早就想找赵丽颖来演花千古 虽然那段时间赵丽颖正处于事业低迷期 还总是被喷 制片方已让唐力军睡着 但唐力军还是欣赵丽颖 觉得她可以将这个角色塑造好 所以用通讯方式联系到赵丽颖的公司 可给她的回应却是拒绝 原因是赵丽颖嫌弃片出太低 但那个时候该制的预算并不多 为了更好的打磨剧本 还要还原场景 都是需要大量投资 连演员的片出确实不算高 可唐力军还是希望赵丽颖能考虑一下 三万五次之后 赵丽颖都没有答应 唐力军仍然没有放弃 并主动驾车跑到赵丽颖的剧组 用探班的方式跟赵丽颖面对面 希望能说服赵丽颖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这件事竟然还有环转 赵丽颖得知唐力军的来意后 发现花千古这个小说 她本人非常喜欢 诞生车并没有接到任何邀约的通知 最后经过调查才发现 是赵丽颖的经纪人拒绝唐力军 而从头到尾都没有告诉赵丽颖 得知来龙去脉的赵丽颖 将一意无情的经纪人开除 答应唐力军的邀约 开始进组拍戏 这才有了这么经典的角色诞生 其实说赵丽颖是因为片酬原因 而拒绝的人真的是空穴来风 曾和赵丽颖接触过的导演 也主动站出来为赵丽颖解释 赵丽颖不是一个看前去拍戏的 她一定是一个 这个角色是不是我喜不喜欢 她才会去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最见得赵丽颖是更加看重剧本的 这类女演员 一旦投入进去 就会把最好的一面带给观众 现在的赵丽颖也在转型 新剧风吹半下正在任营 希望营宝能收获更多的喜爱和回报吧